在不久前我們介紹了 艾苗 英人 雨多田光 這幾名當今日本非常火紅的歌手 而喜歡聽日本音樂的我 最近的歌單裡也出現了一位 在日本出道已久的一位歌手 他獨特的賞音 幾乎是讓我聽到的第一句歌時 就能認出他 他也曾經翻唱過許多經典的歌曲 近年來多遍的曲風 也讓聽眾為之驚豔 這位擁有獨特賞音的歌手 不但有著高跳的身材 還擁有著一副俊美 帶有歐美風的臉孔 各位猜到了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歐喵 我是講故事爾貝 這次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被譽為日本RMB天王的歌手 瓶頸堅 說到瓶頸堅 或許有人認識他那高亢 動人的聲音 也或許有許多人不認識他 但被他翻唱成日文版的那首經典名曲 《古老的大宗》 各位應該有聽過吧 這個歌曲推出後的迴響 能算是瓶頸堅歌曲事業的一波高峰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這之前的幾年 他曾經想要退居幕後 放棄歌手職業 瓶頸堅1972年1月17日 出生於日本大阪 沒錯 他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 許多不了解他的聽眾 看到他的臉蛋 就誤以為他是混血兒 不信的話 可以在Google搜尋看看 瓶頸堅這個關鍵字 後面都會出現 瓶頸堅混血 這個建議搜尋 據說他名字中堅的由來 是因為他的家人希望他有著堅強的性格 以及堅定的意志力 瓶頸堅從小就非常喜歡唱歌 但是真正開始玩音樂是在大學時期 瓶頸堅因為喜愛日本國民天團 南方之心的團長 桑田佳佑 因此組了一團名為 亞亞的樂團 於此同時 他也在新宿的21世紀 Lifehouse裡擔任服務員 兼任駐唱歌手 直到1992年 瓶頸堅鼓起勇氣 報名了Sony Music 一年一度在日本舉辦的選秀會 沒想到他竟然憑藉出色唱功 以及優異的歌喉 一路過關斬將 從7000多名歌手中脫穎而出 獲得到了和公司簽約的機會 雖然獲得到簽約的機會 但是瓶頸堅早期的活動 卻是以編曲和作曲為主 僅有定期而在Lifehouse 舉辦的小型演唱會 終於在1995年 曾及三年的瓶頸堅 發布了人生中第一張單曲 也是日本電視劇奇蹟餐廳的主題曲 Precious Drunk 但是僅在Olicon達到第50名的成績 隨後兩個月分別發布了單曲 分開的耳機和第一張個人專輯 Unbalance 雖然專輯內的歌曲 都是由瓶頸堅本人作詞作曲 但可惜的是這張專輯的銷量並不好 並沒有獲得到太大的迴響 或許是因為音樂風格的緣故 使他的音樂作品在1999年前 仍未在競爭激烈的日本樂壇中掀起風潮 在此之前他還多方嘗試演藝生活 不僅在電視劇裡出現 也嘗試擔任DJ 直到2000年因為在音樂字幕上沉積頻頻 平幾天曾想過如果這次推出的作品 再也無法引起大眾的共鳴的話 就此退居幕後 不再以歌手的身份繼續演藝生涯 但是套一句俗話 危機就是最大的轉機 平幾天的一項選擇 就此改變了他的歌手生涯 當年的日本樂壇正風行著 由日本女歌手 雨多田光開始的節奏藍調風格 此時其實許多女歌手 在此領域的音樂上發光發熱 但卻未曾見有男歌手 以此風格的音樂活躍在樂壇 此時的瓶頸間堅信者 嘗試節奏藍調 是他能在日本樂壇中 一鳴驚人的大好機會 於是推出了單曲 樂園 這首歌成為他由流行風格 轉換成節奏藍調風格的先鋒 但可惜的是樂園這首歌曲 卻不是他自行作詞作曲的 果然機會只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終於樂園攻上了Oicom的Top10 也賣出了近60萬的好成績 平井間就此漸漸打開知名度 讓唱片公司開始對他建立信心 這首樂園不僅引起了東亞樂壇的關注 更是掀起了瓶頸間旋風 老實說在第一次聽到這首樂園時 旋律剛下我腦中就有著 怎麼這麼像周杰倫早期歌曲的風格 但其他不同的是瓶頸間溫柔高亢 且細膩的賞音 但令我震驚的是 這兩種看似不同的元素 竟然被瓶頸間的唱功 詮釋得這麼溫柔這麼完美 不禁肃軟起勁 同年瓶頸間也發佈了 繼1996年後睽違四年的第三張專輯 The Changing Sam 該專輯發行的首周 便以38萬張的銷量 獲得到奧利孔中央版冠軍 再加上10月的再發版 一共再榜68週 最終以累計總銷量超過126萬張 獲得到日本唱片協會百萬唱片認證 成為瓶頸間第一張的百萬專輯 此外瓶頸間也拿下了 第15屆日本金唱片大獎的 年度最佳流行搖滾專輯 隨著音樂作品發光發熱 瓶頸間也在此年登上了第51件 NHK紅白歌會 並演唱了他的成名作品 樂園 之後拼音界音樂開始被大眾所聽到 不僅在2001年時登上舞蹈館 舉辦個人演唱會 也在當年推出了與專輯同名的歌曲 Gaining Through Loosing 沒錯就是當時作為台劇 流星花園由F4所唱的主題曲 《流星雨》的原曲 他也在2002年時推出了翻唱單曲《古老的大眾》 最後歌曲在Oricon上連續四個星期獲得到第一名 連續八個星期進入了前十名 累計銷售而接近了九十萬張 並成為當年單曲銷量十大之一 此曲同時在當年再次引起日本樂壇注目 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 不得不說《平井堅》將這首歌唱得太有韻味了 溫柔的嗓音將懷就感傾瀉而出 《平井堅》的版本覺得是這首歌翻唱版的最佳選擇 《平井堅》並沒有因為一時的走紅停下腳步 不僅在2003年成為美國CNN節目 Music Room第一位受邀的日本歌手 更在2004年推出了他的第20張單曲 《親閉雙眼》 作為電視劇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主題曲 該單曲在Olicon上榜59週 最週累計銷量突破超過100萬張 成為2004年度單曲總銷量冠軍 以及第19屆日本金唱片大獎年度最佳單曲 《親閉雙眼》一曲和電視劇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相輔相成 此頻期間在亞洲地區累積了許多粉絲 順勢將他的演藝事業達到最高峰 在2005年10月 《瓶頸間》發行了一首單曲《Popstar》 這首歌曲可說是瓶頸間在當時的一大突破 在順應著日本當時演藝事業所信奉的歸孽 當偶像派最能賺錢 《瓶頸間》也曾表示認為自己也能衝破原本實力派歌手的框架 成為偶像歌手 在這首歌中我們能看到瓶頸間不再像是之前歌曲MV中那樣的高冷模樣 而是充滿陽光和喜劇感的 其實就算瓶頸間只依靠他的美聲和技巧 早就在日本以實力派歌手博得一片天了 現在又能當作偶像派歌手來詮釋自己的音樂 哥哥你還給不給人機會啊 不出所料這首歌當時在歐利孔上又衝到了榜首 對於當時的瓶頸間來說 能登上的歐利孔好像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此外瓶頸間在轉變風格時期也發布了多首單曲 如哀哥 就是喜歡你 FakeStraw等 都帶來不同樣貌的曲風 如舞曲 情歌 不再侷限 節奏藍調風格 在這之後瓶頸間的作品量並沒有像以往這麼多 但這並不代表他的人氣已經不復存在 在2011年也就是瓶頸間出道的第11週年時 他要憑藉了作為日劇 《忍者侠依》第二部的主題曲的推出單曲 《珍愛歲月》 第八次登上NHK紅白歌唱大賽 過了十幾年 瓶頸間的歌曲魅力依然不減 到了2015年瓶頸間出道也滿20週年 他不僅在出道紀念日在日本舞蹈館舉行演唱會 除了在日本各大戲院現場轉播外 台灣香港的戲樂成為轉播的對象之一 可見其影響力 並不只是出現在日本國內而已 其實他也在紐約開過不少演唱會 可惜的是瓶頸間從來沒有在台灣舉辦過演唱會 不過在2016年時 台灣人獲得到一聽天賴的機會 瓶頸間在6月的時候發布的單曲 《獻給你的魔法》 7月6發行了睽違五年的專輯 The Style Life 並在6月25日受邀擔任 台灣第27屆金曲獎的表演嘉賓 與吉他手的寶普合作演唱獻給你的魔法 也讓許多台灣的粉絲 終於能聽一聽他的美聲 此外在當時的訪談中 瓶頸間說到最想要和桃哲 和王力宏這兩位華語歌手合作 讓人不經期待如果他們合作後 能插出怎麼樣的火花呢 近來瓶頸間所發布的單曲 數量明顯的較以往還要少 但是也不罰許多好作品 像是2020年與創作歌手 艾苗合作的怪物小姐 也就值得一提 其實這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時 瓶頸間又提出一型想創作的想法 更邀請對方擔任 第20週年系列公演的現場嘉賓 怪物小姐完全由瓶頸間擔任 此曲創作 以123木頭人的手法 和相聲一打一唱 表現出男女之間喜歡卻不敢喜歡 想靠近卻不敢前進的矛盾心情 瓶頸間的高音和曖妙的低音 形成了強烈對比 加上舞曲式的曲風融合出嶄新的滋味 縱觀瓶頸間至今的音樂生涯 我們能發現他不僅有得天獨厚的賞音 在歌曲的創作部分也是令人讚嘆不已 其實瓶頸間除了自己的音樂作品外 他還發布了三部翻唱專輯 Kenspar系列 其後不乏許多知名歌星 冰淇淋布 不三雅治 和偶像 商田佳佑的歌曲 但瓶頸間總是能把每一首歌 都唱出自己的味道 曾經有歐美的音樂人推薦說 如果瓶頸間能改行唱英文歌 往歐美的市場邁進 或許能夠紅 但是這卻不影響他的意念 瓶頸間卻質疑的要在日本發展 好好的唱日本流行音樂 或許你會說瓶頸間 能在日本演藝界有一番成就 靠的是當時節奏藍調的剛好心機 但是你卻不得不否定 他在詞曲創作及唱功下的琢磨 能寫出如親閉雙眼 這種動人的歌曲 也能寫出外這種輕快的歌曲 他的創作功力真的不容小區 如同我前面所說的一般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瓶頸間能把握住機會 闖出自己的一片天是他應得的 要是當時的他毅然決然放棄了歌手之路 現今的演藝圈一定會上市一塊長青鬼寶 好那接著介紹先到這邊 喜歡的話也可以幫我按讚分享 如果有錯誤也歡迎指教留言分享 然後這裡是分享各種音樂的歐喵 我是講故事的band 這篇文案由布萊斯提供 然後也可以每個月也45塊 加入我的會員支持我們 好就下次見 掰